冯玉祥将军一生中最崇拜的是晚清明臣曾国藩 不但治军方面受他的影响 在生活方面也处处以曾国藩为榜样 曾国藩认为 只要社会中有地位的人以身作则 就可以让社会风气得到转移 冯玉祥对此深信不疑 就比如在饮食方面 冯玉祥可是民国时期出了名的节俭将军 在吃的方面 冯玉祥与其他将领完全不同 他最喜欢的讨餐是 小米稀饭就着窝头咸菜 如果想改善一下 最多也就是拿咸菜炒个肉 当年冯玉祥在南院当陆军检阅室的时候 他的小厨房每月限制制用的菜钱只有12元 偶尔还要亲自查账 不许超支 但是家里毕竟人口众多 还时不时有客人到访 12块钱一个月绝对不够 管火师的人很为难 只好让军需处暗中补贴 当然这个事情还得瞒着冯玉祥才行 1926年9月 冯玉祥在隋远五元逝时参加北伐 因为当地物产贫瘠 大军过境之后生活更苦 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粗糙的小米饭和咸菜 基本没有新鲜蔬菜和肉类 五元县县长刘毕达特意给冯玉祥送去两只肥鸭 改善一下生活 没想到冯玉祥不但不领情 反而让卫兵打了刘毕达二十军棍 还骂他不设法给军队筹办给养 只会奉承上级 1929年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 大家都认为革命已经成功 现在应该享受了 国民党高层之间互动频繁 请客吃饭是常有之事 在吃的方面也是十分讲究 排场也很大 冯玉祥每次出门吃饭回来 都会为此大发脾气 说这些都是官僚的老样子 什么都没有改变 1932年 冯玉祥去洛阳 路过开封 河南省主席刘志 专程请冯玉祥吃饭 冯玉祥向来不愿参加这种应酬 但是毕竟刚来河南 好歹要给省主席的面子 期间有道菜叫做纸包鸡 吃这道菜时 需要把包在鸡肉外面的纸去掉再吃 但是冯玉祥却并不知晓 因为从没有吃过这种菜 他就把鸡肉和外面包着的纸一起吃掉 这一幕让所有的客人都愣住了 但是当着冯玉祥的面 大家谁都不好意思提示 只能暗自好笑 有客人就私下里说 冯玉祥是故意装样子给他们看 他不可能没吃过纸包鸡 其实冯玉祥的日常生活 在仪式住行各方面 往往表现得很特殊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议论 有人说他 外面穿的是粗布衣服 里面套的是狐狸皮袄 请客时吃的是粗茶淡饭 在家里敬喝鸡汤 故意装相 认为冯玉祥这个人太假 莫测高深 但是了解冯玉祥的人 却从来不会这样评价冯玉祥 冯的许多部下对于这种质疑声 都是不屑一顾的 他们反问质疑者 你说他假 他几十年如一日 假到底也就是真的了 在冯玉祥部下和家人的回忆里 真实的冯玉祥 确实在生活中表里如一 他反对浪费 每日坚持粗茶淡饭 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感染周边的人 从而创造出一个 良好的社会氛围